目前哈登随着球期的增长,他的人气也越来越高,就此有不少球迷拿哈登与本世纪最出色的后卫艾福森进行对比,因为艾福森已经退役很久,他的数据已无法改变,而哈登正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期。 那么到退役的时候,哈登的历史地位,尚能超越艾福森吗?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两个到目前为止的荣誉。 哈登职业生涯场却何以得到23加6.1加5.1的数据,同时获得了一次MVP,得风王,助攻王,最佳第六人的奖项,还入选了6次全明星和4次一阵,艾福森职业生涯数据为26.7加6.2加3. 4.7的数据,他的荣誉为一次MVP,4次得风王,3次强撞王和3次一阵。 从数据和荣誉上看,艾福森不管随着数据,还是在荣誉都要领先于哈登不少,但你要知道哈登在NBA才打了9个赛季,艾福森打了14个赛季,他比哈登多打了5个赛季。 所以哈登的荣誉上要差于艾福森,并且艾福森职业生涯拿下了4次得风王和3个抢断王,这两个可能是哈登无法达到的成就。 虽然哈登只拿下一次得风王,但他入选一阵的次数,要比艾福森多一次。 再加上目前哈登正处于自己生涯的巅峰期,他入选一阵的次数,可能还会继续增加。 再加上未来几年他都会入选的全明星,在这两个成就上,哈登可能都会占据极大的优势,同时哈登还是现役第一分位,他很可能会达成连去7年入选一阵。 除了一阵和全明星之外,哈登在未来还有机会拿下总冠军,在去年哈登就差点击贝雷勇士晋级的总决赛。 虽然在修赛季勇士又招募来了考仙斯,但考仙斯在下赛季恢复的怎么样还是一个问题,或计这边还是有可能击败勇士的。 即使下赛季没有机会,哈登还有三四年的巅峰期,他依然有望拿下总冠军,一旦哈登拿下一个总冠军,那么FMVP也极有可能是他的。 到时哈登超越爱福森的历史地位很可能会成为现实,但不管怎么样,目前哈登的地位依然不如爱福森,如果拿下一个总冠军,他超越爱福森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,不过爱福森的影响力是哈登无法超越的。 谢谢大家。